尝尝你啊 你别丢人啊 您说吧 你们俩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多年前忘了是哪部戏了 但是我们俩在一块碰上了 碰上了 我第一次见娜老师的时候 是在电视上啊 真人的时候就是那种 交五子皮 结果她呢 确实是走过来说 兄弟 昨晚我看你那戏来的 我觉得你演得真不错 还得谁跟谁都那么说 不是不是 后面还补了一句说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得谁都跟谁这么说的 然后这个说 这戏后来打算往哪边 这风往哪边吹呢 这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 到底想怎么着呢 后来还问了问 然后我当时心里很暖 作为一个同行 也作为一个前辈 能够这样去鼓励我 我就是 为什么看她这个戏 正好是我那会儿看 激情燃烧岁月的时候 是我最孤单的时候 哟 你还有孤单的时候呢 是因为那夫人在国外 这边搞五子鸡也不顺利 兜里那会儿就是在一个 居民小区里头 三十平米小屋子里头住着 没人管我 没人理我 周围没什么 我就在那看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会儿看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就在那看一小破电视 一会儿这哥们太逗了 然后呢 在那个军队里头 不招人待着 不招人待着 追人那女的 女的又不待着你 最后还上河边去 要死 去把那个炮弹往外拿 最后还要参军 对不对 写雪书 写雪书 等等等等 后来才看的是雍正王朝 雍正王朝 哎呀 您这 你看我都能背下来吧 对呀 所以我觉得您真是 当主持人的料 然后他那个有一场剧就是 什么就是 他是当主持人的料 怎么就是当主持人的料 这位观众嘉宾你坐下 怎么这么像王文艳的这个料 人家观众就说是 我们觉得坐在这儿很亲切 我们愿意让你坐这儿 但是我们还是劝你早点回去 省得到时候回不去了 我还没说完呢 对呀 我今天才知道一个 真正的答案 你为什么就是翻那个 就是画上脸之后 翻那个智取维虎山 只要翻进去 不是在那文工团里 就累住了吗 对对对 怎么能办这事 因为那镜头给你特别多 准备啊 这那最后光当翻进去 传气 有没有想信 这就是我干的 怎么弄到当主持人 杨子荣啊 翻的 一枪一打 有一土匪 穿在天上 这个坐山雕 有一个这么高的台子 上面还有一个宝座 这宝座 这个土匪蹭着俩脚 蹭在那宝座里头 得穿进去 当时我也不会 可是呢 我琢磨了好长时间 最后我就 真就给干进去了 磕得我呀 跟烂桃似的 他是这样 他是一个名式的圈椅 两边是扶手 这么一个圈椅 圈椅的正中间呢 有一个靠背嘛 那杨子荣这么站着 从这边跑 往这边跑 这土匪要逃跑 杨子荣 塞过来 就立枪 这哥们儿飞起来 就对对对 窜在上面 我觉得 躺那儿死了 对 那个拍电视剧呢 真是我自己来的 真自己来的 跑 打上 光就干进去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当时啊 我试验了三次 都没成功 都没成功 这事就搁那儿了 搁那儿了呢 就是我们这个全剧拍的 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戏 拍完这场戏 全剧杀青 我就觉得这戏是杀青戏 在济南 租离剧场 当时呢 请了一个哥们儿 唱京剧的 我还跟人握了手 我说谢谢您 您窜这一下 不容易 结果那小伙子呢 真拍他的时候呢 他也是不得要领 他也没窜过 但他体力比我好 弹跳力强 他跑起来 他就窜起来 跑得快 窜得高 但是他中间有一个平躺的过程 这么穿进去 他老冲出去 咚就冲出去 咚就冲出去 一次带倒了 那哥们儿三次 也磕得 手也磕破了 磕破了 后来因为我是一直在琢磨这个东西 我就走过去之后 我就站在那个前面 我跑了两步 打 给干净去了 就是因为没办法了 因为大家就设计就驾着 明天早晨 这二百多人的票 散伙 生族 散 你不来就没得干 这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因为我记得算半个同行 我有一次就刚入你们这行 我都不懂 就是有一个 让一女的踹我一脚的一个戏 好像从二楼给踹一楼去 我也想 那女的打咱们 那咱们还是基本能接受的 对对 然后就这戏 她左等不拍 右等不拍 我说这剧组都快散了 我都看着车票了 怎么让 头天拍呢 后来我才明白 请不吝点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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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票